大家好,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上個禮拜第七次上課的一些重點 然後今天第八次上課,所以原則上我們有十次上課,等於今天還有三次上課 所以我們後面的重點大概基本上會把它放在像那個爬蟲,然後像一些基本的繪圖 然後像輸出Excel,大概重點會擺在這個部分上面 那只是說後面的部分其實複雜度又更高 那因為它會用到外部的一些模組,等於是外掛 那我前面講過,基本上Python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外掛非常多 而且很多都是自由軟體,就是說非商業用途是免費的 所以只要你想得到的,基本上都已經有人幫你寫好程式了 所以接下來你只需要說哪一些模組,它可以幫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 比如說像我們要畫圖的話,那畫圖的這種相關的模組還蠻多的 那比較常會被用到的,我們先舉最常備用 而且相對簡單的,像MathPryLab,後面有一個外掛叫MathPryLab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要處理Excel的話,方法也很多 好多,你只要在那個我上個禮拜提到的那個 那個PyIndex,Python的官網上面的那個,就是專門讓你搜尋的地方 其實你找一下那個Excel的話,你應該會找到非常多相關的模組 但其中哪一個比較簡單,目前最常用到的應該是那個叫Pandals 就跟那個熊貓同樣的那個名稱,OK 那基本上Pandals是蠻簡單的,它就幾行程式就可以把那個 就是Excel做匯入跟匯出的動作 那只是說它不只是這樣,它其實甚至Excel裡面所有的事情 它都可以藉由Pandals幫我們完成 它能夠做到非常複雜的事情,包含像Excel裡面的那個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其實它基本上裡面的功能都可以辦得到 但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如果跟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比起來的話 因為各位應該用過樞紐分析表,蠻簡單的嘛 就拖拉一下,視覺化工具 你就可以把你要統計分析的資料馬上呈現出來 那但是呢,Pandals如果你要做同樣的事情 只是說你把滑鼠鍵盤的動作改成程式撰寫 也就是說對應很多程式 每個每個,其實它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說它要把它改寫成程式碼 所以相較之下 大家前提你要知道哪些程式碼 所以相較之下,難度應該會相對的比較高很多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對應程式碼寫 等於是每天做了報表的事情 通通其實都可以用Pandals幫你完成 所以難就難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會議的話,其實很多事情很快 就可以幫你把那個報表可以自動化了 有沒有 等於是執行一個程式 所有的事情都能幫你完成 那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取一個就是合併全省郵局地址的25個文字檔案 那這25個檔案,它是文字檔,點T、ST 然後呢,我的想法是這樣 其實這個範例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一般常見的就是你會有一堆的檔案 那你會大部分會做的事情 大部分就是說因為你要做報表 那你這個報表,你應該要把 比如說全省各地的分公司的 所有的可能是消貨狀況或者月期 應該是全部都把它集中在 可是人家會給你的資料通常是分散的 那分散的話,你第一件事情你需要什麼 先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以前合併的話,當然大部分都是什麼 Ctrl-A,C,Ctrl-V,有沒有 那你不但在做複製貼上的動作的話 那相對的話,其實真的就非常的 怎麼講 事情還是做完了,當然就是非常沒效率 而且每天,你今天做完了 明天還要再來一次 後天再來,每天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而且你變成你花太多時間都在複製貼上的事情上面 那其實說真的,假設你會寫程式 像上一半,其實寫完程式 直接執行,馬上那個25個檔案 全部就變成一個ALL.TST了 後來的話,其實我們要做了一個 就是什麼,再把它分割 所以其實一般工作就是要分也要能合 合之後要分 因為常常你可能要全省全公司的資料合併 然後可能另外你可能要分出來 比如說哪個公司你又要做獨立的報表 那你可能又要把資料再分出來 所以常常會需要把它合了 之後又要再把它分 所以要解決合合分分的問題 怎麼樣做最簡單 當然我們這邊 上個禮拜主要是 第一個 我們是寫了一個回圈 那個回圈裡面因為第一個要需要知道 某個資料夾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案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模組 叫OS OK 所以前面第一行一定要是Import OS 那其實OS其實就是 應該是Oppellation System 一般這個 中文名稱就叫作業系統 有沒有 比如我們作業系統 像我們這個是Windows OK 然後呢 所以它取名稱 是不是這個也有這道 而且上個禮拜也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把資料放在C碟底下 它就不Work 也就是不能合併 也不能分割 但是我把它放在其他磁碟 後來把它放在隨身碟 居然就OK了 那這個問題當然以前好像 我記得在Windows 7好像沒遇到 但是Windows 10 因為現在是升級的Windows 10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其他Mac會不會有 有類似的問題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Windows 10到Windows 11 它的那個安全的 全線控管越來越嚴格 你只要做每一件事情 它就會 Check一下 你做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有這個全線 能做這件事情 我在想說 如果上個禮拜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啟動那個Python的時候 給它那個管理者全線 有沒有 按右鍵 你可以用啟動的時候 用系統管理者全線 可能就可以 我在想應該 因為我們 如果你直接執行的話 它是User 就一般的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 可能沒有C碟的全線 除非你是管理者的全線 才有辦法 不過啦 當然如果你 為了這個問題 還要用系統管理者身份的話 太麻煩了 倒不如你乾脆 換到低碟 或者是 其他你找一個隨身碟 這問題就解決 後來我發現 我把這個資料 call到隨身碟 這問題 完全就沒有問題了 本來 一直try 一直都不ok 突然間就ok了 所以以後你們 假如在練習的時候 我是建議 就是不要放C碟 就把它放C碟以外的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自己 再帶一個隨身碟之類的 這問題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 你一直試還是試不出來 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不 因為這個不是你可以解決的 這座位系統 你怎麼去改 你不可能說 找微軟去修改 當然應該是可以再修改它的設定 不過我覺得啦 現在太複雜了 像Windows 10 以前如果沒用習慣的話 你會覺得 Windows 10有點複雜 跟以前不一樣 更不要說現在Windows 11了 有沒有 Windows 11 我最近又換了一個系統 Windows 11 我發現第一個 不能習慣就是 它的那個清單有沒有 本來在左邊嘛 有沒有 在左邊嘛 它突然變在中間 ok 在中間 但其實也沒有關係啊 後來我發現 在工具列裡面可以設定 我又把它換到左邊 結果都一樣了嗎 後來我發現其實長的 基本上功能都一樣 只是說它的安全控管 反正的變得比較多 一下子很多權限要設定幹嘛的 那這個真的需要一點時間去示意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 對於系統應該不陌生啦 從那個最早成DOS到現在 Windows 3.1 我感覺好像很多不一樣 但感覺其實也都一樣的東西啦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可是我發現現在的CPU真的太厲害了 耗電量很低 然後效能又超強 OK 主要是因為是7奈米 我覺得台積電真的太厲害了 小巧一顆CPU 而且是要AMD的 AMD的齁 又比Intel來的更強 因為Intel主要是輸在那個製程上面 我看7奈米 耗電量好低喔 而且不會燙耶 散熱器也不用太強 跑的就超快的 OK 而且價錢又蠻公道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就是把它分又合啦 所以這個我就不demo了 主要就是 合併大概就長這樣啦 就是幾航程式嘛 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那個 就是OS.work 這個模組的這個方法 那它主要就是會吐回來三個 三個參數啦 前面一樣用Fore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它的規則 因為我是從它的範例裡面 直接call過來用的 因為我發現 有些東西你剛開始不會用沒關係 你就是看看模組底下的sample就好了 OK 照著做 因為有時候你Google查 我發現網路上很多人有分享 但是做的範例都超複雜的 所以我發現其實這樣就OK了 最重要就是吐回來這個list 1 那這個list 1裡面放什麼 我上禮拜講就是 它會把這個資料夾裡面 所有的那個黨名副黨名 通通丟到這個list 1裡面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list 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一個一個把它抓過來 然後前面再加上它的路徑 就是 因為我這邊是1疊 因為後來改成1 1的話就是我的隨身疊 底下的一個一個 所以跑個回圈 一個回圈 然後把它 這兩行就是開檔 這兩行就是寫檔 但是寫檔比較重要就是這個A A的話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把檔案寫到後面的模式 A模式的意思 然後呢 最後就把它合併 那最後我其實本來寫9行而已 那後面又加了 這個加了幾行 這個後面這4行 主要就是說呢 把除了O以外的檔案 全部刪掉 所以呢 其實也是一樣用OS.work 幫我找一下 然後呢 除了這個什麼呢 除了list 這個裡面的檔名裡面 如果 因為我合併完會多一個O.txt 就是除了O.txt以外 通通幫我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我又用到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remove OK 所以以後你要remove檔案的話 就以檔的話 也就是OS.remove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把 我們的那個檔案 就通通把它刪掉 所以 看一下 對 隨身碟 看一下 因為隨身碟好像還沒插上去 我把隨身碟插上去一下 隨身碟的習慣 放在我鑰匙圈上面 因為這樣好處就是 我出門一定會帶隨身碟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常常會忘了拔 所以我每次下課 我會檢查幾件東西 像我的那個 那個webcam一定要帶走 然後還有我的隨身碟 不過之前有幾次都忘了帶走 對不起 幫我收一下 OK 好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有1碟裡面 就有全省尤其地址 就這個 那目前的話 這個是已經合併完了 O 那分割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分 那分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分的話就是 再把什麼呢 把這個O.TSD打開 有沒有 read 然後呢 因為我裡面 也先佈局 就是先在檔案呢 合併之前 我先放了兩個換行 在這個尾巴 所以呢 我之後再用SPRIT這個方法 所以呢我們其實這邊有分割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SPRIT這個方法 然後呢 切割完之後 因為中間會找到那個兩個換行 然後就把它又分開來了 不過因為呢 我們最後會多一個 為什麼會多一個 因為最後的檔案呢 也會多兩個 所以最後會多個空白的 一個空白的部分 所以記得這個 總長度要減1啦 因為尾巴會多一個 然後我們就把它 再把它分割 分割完之後呢 最後一樣用OS.remove 把O給刪掉 所以我記得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隨身碟啦 然後 把它執行一下 OK Run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全省郵局地址 那就 把它 有沒有 這個25個檔案又恢復了 有沒有 然後O也被刪掉了 所以這個是分割 那合併的話 就是再執行一下 它一樣 就是把 剛剛的我的全省郵域 例子 25個檔刪掉 然後就又把它 合併成 O.ts 所以其實是 兩段程式碼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分割 要把它分割回來 一個是合併 OK 所以將來 你們可以把那個 就是工作上應該一定會遇到類似的 所以早早看 每天 要不斷 C C C V 那藉由 類似的 動作 看看能不能把它 撰寫一個分割合併的一個小程式 反正呢 其實 你要能夠 增進你的 Python功力 我一直講 一定要做 因為如果你不做的話 說真的 程式要進步 我覺得是有一個 一個限度 頂多你會知道 但是你一定不熟悉 而且不會用 不過至少啦 你有學過Python 至少你跟 未來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你至少說得出來吧 人家還知道 你比如說哪些你的需求 你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你也會比較知道說 程式該怎麼敘述 怎麼跟別人說明 OK 當然如果可以自己寫是最好的 OK 不過 難度應該 絕對是 不是那麼低啦 但是如果你可以寫得出來 我覺得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其實我會持續寫程式 主要原因應該就是成就感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土法鏈鋼 我總喜歡把事情 幫他可以自動執行 寫個程式 時間到就自動執行 寫個程式就自動執行 所以其實我 我自己連家裡都一堆 一堆電腦 我老婆每次問我說 你一堆電腦要幹嘛 你每台電腦都會用 我每台電腦都會用 而且每台電腦我都遠端遙控 我連手機都可以遙控每台電腦 然後總要給他一點事情做 所以要寫一些批示執行程式 讓他在上面跑 最近為什麼會特別需要買一台跑快一點的電腦 就是因為影片太多了 太多的話硬碟太大 所以我要想個方法把它再壓縮 壓縮現在有最新的H.265 最新的壓縮 你要壓更小 影片不要太失真的話 那你的CPU要非常非常強大 不然的話 你用舊電腦壓縮的話 光跑 跑到好久好久好久 一個晚上還跑 看不到進度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一直想說 我要買一個比較快一點的電腦 然後一定要CPU要夠強 但是也不能太貴 最近我看到AMD的 AMD應該是台灣過去的蘇大媽 當那個執行長 OK 然後跟台積類很熟 所以兩個聯盟之後 你會發現 哇!7奈米果然厲害 我就買了一顆7奈米的CPU OK 然後 哇!那個真的是不太 沒有什麼 因為以前 想說一定要跑很快的話 一定要風扇很大聲 然後熱量很大 耗電量很高 我發現沒有耶 完全都安安靜靜的 速度又很快 價格也不貴 好像買一台華碩的啦 OK 然後我是買那種小型的 就一個便當盒那種的 我想這個便當盒能跑多快 還真的蠻快的 OK 比那個這麼大一個還要更快 而且它上面插的硬碟 還是那個 那個什麼 M.2那種的 然後那個 我測一下速度 哇!比傳統的快太多了 跑出來的速度真的是讓我覺得驚艷 OK 而且熱量很低耶 我看一下那個溫度 也才四十幾度 以前我們都要100度了 可以煎蛋了 現在完全不會耶 所以7奈米果然厲害 OK 所以你說現在為什麼 大家要追5奈米 甚至3奈米、2奈米 那那個奈米其實就是可以讓你的一個 有沒有 一個這個晶片上面 可以容納更多的電晶體 本來可能要 怎麼樣 裡面可能如果你要做到那樣子 可能要很大一片 現在因為7奈米關係 哇!縮小到很小一片 而且我發現它裡面 甚至它連顯示卡都已經內籤在裡面了 OK 這麼小一顆裡面什麼都有耶 哇!簡直太強大了 OK 所以這個當然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還有一個就是下載那個 這個 另外我們又用了另外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叫Request Request的話 所以前面開頭一定要Import Request 那這個是0601這個單元 那這邊注意啊 這個Request 它並不是 內建在那個 就Python預設的那個韓式庫裡面 所以我已經幫各位 裝在懶人 懶人包裡面已經有了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用那個其他的 就是假設你用原始的 可能就 它會出現那個 No Module Name的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看到 No Module Name的什麼東西 那你就要把這個東西裝起來 那裝的方式語法 一般就是要自己再打一個 這個 Pip Install 後面名稱就是那個 模組的名稱 那因為我已經幫各位裝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打 這一行程式 那後面可能會有給各位練習的機會 就是 好像有 有 模組是沒裝 如果沒裝我們再裝裝看 因為這個可能還牽涉到 你要自己在那個DOS底下打這個指令 但也不用擔心啦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你知道不要打得出 甚至你可以把這段指令 複製貼上去Enter就好了 OK 所以呢 當然你可以 如果你們要試的話 我是 你們可以試試看 像我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匯率 我們上個禮拜好像是 有講到有一個那個 抓那個 其交所的匯率資料 我記得好像是在這邊 在0601的這個範例底下 我們是在這邊下載 其交所的第五頁的地方 不過這個可能在獎益裡面沒有 因為獎益 這個獎益可能沒辦法放那麼多 所以我基本上你們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 這個 0606 然後呢 主要是抓取什麼 在 0601裡面的第四 第五頁的地方 第五頁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 假設我們會有一個 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在這個 就是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 那這個資料的話 是來自於政府的開放平台 如果我今天 假設 每天 可能我需要做一些 瞭解那個 最近 外匯的 狀況 那我最好是畫個折線圖 是最簡單的 每天每 這個這個月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載 檢視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的話呢 政府已經提 提交所已經提供給我們了 我們只需要把它抓回來 然後呢 並且怎麼樣 可能我需要做到是 最好可以幫我畫個圖吧 下載下來之後 畫個圖 然後畫個圖之後的話 最好看能不能直接幫我 幫我直接存成 以Sale算了 我又把它存以Sale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那個 0606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 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需求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你們可以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下來 好了 它其實打開裡面 它下載就是一個CSV 所以你打開之後的話 它就會有 它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那總共的話 A到K欄 你可以把A到K選起來 快點兩下 其中 那你可以看到日息 然後就是 美元一直到紐幣 總共有 應該是十種 貨幣的匯率資料 那 它給的時間呢 就是日期 Ctrl向下 到12月20 Ctrl向上 11月1號到12月20 也就是這兩個月的相關的匯率 那如果說我今天 當然在Sale裡面 如果你要把它匯制成什麼 匯政圖表蠻簡單的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美元跟新台幣的匯率 不過你會發現 假設我把A跟B欄選起來 然後呢 如果你要匯一個圖表 你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折線圖 一般習慣會有 那個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那理論上應該 它就很快幫我 匯制出一個 一個折線圖出來 不過你講說 好像是沒有啊 它怎麼畫不出來 其實為什麼畫不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出來原因 有沒有發現日期 因為日期的部分 Excel會認為日期的話 一定中間要有什麼 要有那個斜線 有沒有 可是這邊沒有 所以造成 它把這個資料判斷成數字了 所以這數字的話 它底下橫軸X軸 就沒有辦法當成日期 所以它沒辦法畫出來 所以我們只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直接怎麼樣 先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日期就可以 那改的話 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就加個斜線 加個斜線 Enter一下 這樣就OK了 不過這邊有這麼多 不過我記得好像新的版本 是不是有自動完成功能 你只要改兩個 它會問你說 你底下是不是做一樣的事 你就試 它就全部OK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是舊版的 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OK 所以你可能就要想辦法 比較快的方法 那如果你用Excel的話 那其實這個 比如說寫VBA可能比較快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VBA 可以怎麼樣 先插入一欄 然後呢 你可以 我先把它 這個先拿掉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一個 Date函數 或者說其實也不用Date函數 反正中間可以加斜線就可以了 然後呢 它 加完斜線向下填滿 它就會把它當一個日期 然後你再把這個 日期部分貼回去 只要是日期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正確匯製了 OK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先大家了解一下這個資料 不過我們主要不是在Excel 我只是因為在Excel講會比較清楚 不然到時候如果在Python裡面 你會發現什麼都抽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Excel的優點就是說 你至少看得到 你比較會有一點點 好像具體的感覺 甚至叫做安全感 所以現在很多Python 現在處理資料好像也慢慢 好像也還是最後 資料好像都拿 Excel拿來當成 最終的一個儲存的一個檔案 甚至資料庫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說 其實 現在我覺得 應用最多的好像就是 把資料存在Excel裡面 所以後面我會提到 如果我今天 現在比較多的應用就是畫圖 然後你要畫圖之前 你要怎麼畫 OK 一樣 你需要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 這樣如果你要畫摺線圖的話 最簡單 那摺線圖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是橫軸一定要是日期 中軸的話就是那個匯率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可能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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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